白雪公主進去小偉人家小偉人屋子的門 就像這樣 好像是被人趴上哨聲 嗯 我是古阿默 我是大君 歡迎收看 不平飯店 之正平飯店 在這個節目裡呢 我們原本會到各個地方 去尋找一些評分比較低的飯店 開起來欣賞一下 但是現在旅遊旺季 很多人問我們說 到了觀光景點 該住哪裡比較好呢 有沒有推薦的飯店 總不能推薦你們去住 評分特別低的吧 對嘛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觀光景點 新北市九份 我們從Google上面 尋找當地評分最高的飯店 再從裡面挑兩個最貴的飯店 開起來給各位欣賞一下 看得出來我們這是九份的美景吧 我們今天看的第一個住宿空間 是我從Google上面去挑 住宿一晚價格相對是最高的飯店 我們挑到的是 金曼會館4.9顆星 我們訂的是 家庭豪華房7800元 豪華家庭房 豪華家庭房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我們進去欣賞一下 價錢比較重要 哇喔 漂亮喔 住評分高的飯店 我們應該不用再隱藏身份 欸 有蚊子 真的有蚊子 真的有蚊子 難怪我覺得到處都很癢 對對對 打得好 剛好有一隻它吸很飽啊 那你下次要動作快一點啊 有打到有打到有打到 哇喔 漂亮 好謝謝 來吧 所以 咦 是在哪裡 我現在是廚房 我們走這邊來 哈哈哈 太久沒拍了有點生疏啊 他們說我們開的房間是在這個上面 這個好像教堂耶 這個感覺這樣走上去 跟形狀很像 很特別 到了 我們二之二喔 報時山 房間名字 對 報時山是什麼意思 可能某一個山吧 然後它會報時 時間到了 下課囉 時間到了 下課囉 好的 現在我們在二之二報時山裡面 房間的玄關 大門一路走進來到房間門口 簡單分享兩句心得 我覺得門口很像教堂很西方 來到這裡好日式 好像來到日本 我對這個房間印象很深的是 一走進來的時候 它的空氣特別好聞 嗯 有 可能是 木頭嗎 木頭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一一介紹房間裡的東西 首先是門 7800元的房間 這塊門 你覺得配得上嗎 空心的耶 可是大部分的門不是都 沒有啊 我們也有拍過紮實的 所以隔音我覺得應該沒有很好 可是它這裡有寫寧靜場所 你本來就不准大聲 所以你現在去外面 小聲的講話 我在裡面感受一下 說不准很夠很足夠 可以可以 欸欸 寧靜大哥 寧靜場所 好 不要不要 對不起 寧靜場所 好啦是真的聽不清楚啦 但是不會覺得你在外面很寧靜 再來看這個玄關的設計 木地板 欸 真的木地板耶 不是用貼的耶 比較厚 比較厚也比較好踩 這裡是一個合適的感覺是不是 有一點架高 然後這裡有一個柵欄 進來之後仔細看 燈不多 門口就兩個小黃燈 講究氣氛 樓梯上面有一個黃條的日光燈 外面就這樣了 很漂亮 是蠻有意境的 但是會覺得 少了一些什麼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走道有什麼東西 茶水間 放了四罐寶特瓶礦泉水 很少見到放波爾的 喔波爾 有一點澆水 澆囊的咖啡 比較貴一點的飯店都會提供澆囊咖啡 阿華甜耶 這個茶包弄得很好耶 看一下熱水壺 唉唷 好熱水壺很不錯 蠻乾淨的 下面是什麼冰箱 很安靜 哇 還有兩瓶水 裡面可以滿多的 雪壁 可樂 喔還大瓶耶 再多三個杯子 再多一個鏡子 為什麼到底要放一個鏡子 好啦 其實有放還是多一個方便性 對來拿起來照一下自己 好看一下後面的櫃子 行李櫃 弄得質感算滿高的 很深耶 這邊可以再進去 哇真的滿深的 對啊 很乾淨耶 沒什麼誇張 打開這一個有感受到質感 而且你看 打開就有亮燈 喔很漂亮喔 再來我們往裡面看 這裡有應該是廁所門 我們最後再看廁所 先看臥室 哇這個床有大喔 但是它應該是兩張單人床併在一起 可是它的單人床也算寬耶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喔 日式的 推門拉門 它不是用紙耶 以前不是看卡通那個戳破 真的用紙的話它應該修不完了 被戳破 而且你剛沒有拉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它是一體成型的 就通常沒有門 至少還附了一個門 廁所跟房間的隔開的感覺 再來看一下它提供了什麼設備 橱絲機 很大台耶 它現在沒開 人家說人在室內的時候 是不是不要開橱絲機 對 會比較瘦 會把你身體的水分也除掉 對對對 算正常啦 它可以使用 只是運作會有一點聲音 反正人在的時候不要開嘛 人離開了再開 進來關掉睡覺其實是滿安靜的 嗯嗯 本身這個房間給人的感覺是很寧靜的 還是有聽到一點淡淡的風聲 是冷氣的風聲吧 它的冷氣從哪裡出來 應該是從上面吹出來的 對耶 我沒有直接在臥房裡看到冷氣 我滿喜歡這種風格的 因為我不喜歡被風直接吹到 這個風要經過一點翻山越嶺 再來到我這裡 比較溫柔 測試一下電視 速度很快 直接可以看新聞 這邊還有這個金瓜石 介紹的 顧客滿意表 哇這個什麼 他們的歷史啊 會放一些書籍的飯店 我覺得都是滿講究的 看一下那邊還有什麼 早餐停工時間是 早上七點半到早上九點半 SPA開放時間是 下午三點到晚上十點 還有一個門禁管制 是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半 哦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於我十點以前 你就要乖乖進來了 也是啦 晚上很晚了 不要在外面一直晃 紙盒也很講究耶 也是木頭的 有一致性 嗯沒味道 垃圾桶 也滿講究的 哇這椅子看起來應該很好坐 有一點夕陽西下 好有意境 好想迎獅作對哦 來 哦哦哦哦哦 迎獅作對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啊 哈哈 你看起來就很想笑 哈哈哈哈 電視牆的設計 外面這個框 很像歐美那種 電視牆的風格 下面是不是就要燒那個木頭 哦哦哦哦哦 對對對 欸有耶 有那種感覺哦 中西合併 拖鞋 哇哦 拖鞋很講究耶 床頭櫃直接放這種 榻榻米的拖鞋是不是 這可以拿回去吧 開房送拖鞋 如果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是為了得到這個拖鞋 還送你一碗房間 太划算了 好讚哦 很新的味道啊 太小雙耶 哦哦那是女生的啦 哦 開錯了哦 所以它提供四雙 小時候奇怪 剛剛有點尷尬耶 戴不進去啊 像不像日本武士 穿著襪子 換了這個拖鞋 心情都好了 這邊的床頭� 下面還有拖鞋耶 下面還有拖鞋耶 那這個拖鞋它是送你去外面穿的 洗十八的時候 哇 好講究哦 電話 可以用 沒問題 到人的主場秀之一了 先聞一下 沒味道 看有沒有毛哦 各位 搜查犬 可以哦 這個床 算扎實 蠻扎實的 軟軟的 可以耶 這個我一躺下去可能就昏了 真的蠻安靜的可能是因為九份嘛 本身就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現在又夕陽西下 無限好 好愜意哦 舒服 好浪漫 耶 就睡著了 這個床真的是舒服 看一下房間有什麼燈 哦 它的燈就是這一排嘛 只有這裡有一個按鈕 一整條的日光燈 這樣開起來就亮了哦 有 剛剛好像沒有走出去陽台 我們剛好穿它這個拖鞋出去走兩下 好來 哇 哇 漂亮哦 它兩個房間中間有設計一個 空白的空間 避免大家接太近 對 我們坐在這裡 感受一下微風 徐徐吹來 嗯 它大廳還有放輕音樂 還有鳥在叫 啾啾啾啾啾啾啾 有沒有覺得我們兩個今天整個人都柔和了起來 就是來到這種很安心的地方 然後那個夕陽 哇 漂亮 你講話很大聲嗎 那你用正常的音量 等一下我退遠一點 好你再講話 還是有一點點這裡咧 是都聽得到聲音只是就很淡 那我們來講一個數字 然後待會它進來的時候給它拆 13579 我剛剛講什麼 不知道 那表示隔音不錯啊 然後我們從臥室走出來看一下廁所 剛剛佳哥在拿東西的時候 我看到它那個內褲 我以為它穿薄紗的內褲 那你確定它真的不是穿薄紗的內褲嗎 我剛有問他就說是啊 剛可能被撐開了 你們兩個的關係好特別哦 佳哥不要那麼燒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廁所裡面 欣賞一下擺盤 哇很紮實耶 花壺刀兩隻 牙刷四隻 明花棒 浴帽 兩個 梳子一隻 耳塞 哇 哇靠 這個是睡覺用還是洗手用的 都可以吧 總之它怕你吵耶 因為我們開的是家庭房嘛 四人房的意思 我們應該沒有開過有給耳塞的飯店吧 沒有 可是為什麼只有兩個 一人塞一個 小朋友不需要塞 小朋友一躺下去就睡著了 欸 對有道理 那大人比較怕吵 對對對 設計巧思的所以大人賭注 香皂 它用的東西都蠻講究的 它上面還放一個 那是小垃圾桶嗎 對耶 就是你可能弄棉花棒 可能把它丟在裡面 哈哈哈哈 聞一下毛巾 正常洗過乾淨的味道 只是它這裡整體空間不大 我們兩個在這裡有一點卡 吹風機 抽屜裡除了吹風機還放杯子耶 還有杯墊 欸它這裡都沒什麼灰塵耶 對啊好乾淨喔 而且它的電線收得很漂亮耶 有用心照顧的 對啊 那第二個是什麼 喔 它有浴袍耶 浴室風耶 穿上去之後突然好日本喔 はい すみません はい ありがとう ヤマハ トヨタ 嗯 所以這個是穿出去SPA用的 喔 有可能啊 我覺得應該是啦 它這個廁所還有提供一個面板 好像可以控制很多東西 換氣 涼風 暖房 衣物乾燥 衣物乾燥是什麼意思 我把衣服放在廁所裡面 然後按乾燥喔 看什麼 但是它整個房間真的是滿乾爽的 舒適的喔 沒有台灣那種潮濕悶熱的感覺 然後看一下你的主場 哎呦 這乾濕分離還滿大的耶 可是聯繃頭就有點 就是刮傷了 這個是摔到 就是可能啪啪啪啪 對 這是旅客的關係 它的洗髮乳跟木魚乳感覺很厲害耶 它上面的排風口 滿厲害的喔 很厲害 但從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到濾網滿髒的 喔有耶 這邊啊 這邊就很髒啊 可是它這裡是洗過的耶 這裡的濾網沒有洗到 可能沒看到啦 現在看馬桶的地方 哎 馬桶乾淨又白 免治馬桶 順暢 連垃圾桶也有講究 它這樣分開 大便人就不影響洗澡的人 你很在意 我很在意 可是我發現日本飯店都會這樣 都要分開 都分開啊 我本身也滿支持分開的 不要互相干擾 但是台灣真的很多飯店是坐在一起的 還是說也有很多人喜歡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的感覺 是不是比較講究這個廁所 一次就是只能有一個人進去享受全部 我可以洗澡洗一洗 跑過去拉屎 分開的話就沒有辦法衝過來 對 還是在現場拉 順著這個走道上去 還有兩個睡覺的空間 這個樓梯走起來不抖 把手也滿穩的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開過 樓梯走上來很陡峭的 這樣子叫 它上面是榻榻米耶 一上來之後我們可以先開燈 哇 好亮 剛剛我們還說它很暗 我們誤會它 原來我們不懂 鏡頭可以看到整個空間嗎 榻榻米上面鋪了兩張床墊 滿舒服的耶 這個小椅子看起來坐得很溫馨 真的很舒服耶 我剛以為它是木頭的 或者是海綿沒那麼厚 但我一坐就有陷下去的可能 很紮實 而且這個角度很舒服耶 再泡杯茶 哇 如果四個人住一間的話 你會選擇睡上面還是睡下面 我應該會睡上面 我會睡下面 因為整個房間的冷氣 就這一台 很大 沒錯 怕熱的人睡上面應該很舒服 但我剛剛有說嘛 我喜歡冷氣的風 有一點迂迴之後再到我這裡 所以我睡樓下剛剛好 然後它樓上也有衣櫃嗎 喔呦 喔 很深耶 備份的枕頭 還有床墊耶 所以最多上面可以睡三個人耶 這個榻榻米 椰蔓乾淨的 就榻榻米的味道 不錯耶 這個位置 有兩個充電口 對面那個牆有兩個充電口 你這邊有個按鈕是什麼 一上樓梯也可以關 坐在裡面也可以關 方便耶 它這個房間真的有一種 放下緊張感的氛圍 我剛好觀察我們拍這間房間 一直發生那種拍一拍就整個突然間 停住了 我自己想像了一下就親子來 夫妻就睡下面 然後帶個耳塞 小朋友坐在樓上榻榻米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然後累了倒下去就亂說 但是小朋友這個要顧一下 他有寫啊 禁止攤爬 不然小孩子我怕要跳下去 但本來我們應該就要 常常跟小朋友說 別看到柵欄就想翻嘛 好那我們看得差不多了 最後感受一下 這裡洗澡洗起來 舒不舒服 你待會洗完之後就可以穿浴袍 帶大家去看SPA GO 怎麼樣我們的 古阿末黑鳳梨酥禮盒 搭配這個山景 是不是更浪漫 我們這次榮年中秋專屬的 古阿末黑鳳梨酥禮盒 採用的是鐵盒 封面的設計 如何一個大月亮 裡面是世界地圖 外面是榮年的龍 龍頭對龍尾 在符號學裡面 象徵著圓滿的意思 中秋節嘛 我們一定要有一隻兔子 配上我們黑鳳梨的標誌 古阿末黑鳳梨酥 沒吃過吧 可以嘗試一下 佳高 很久沒看到我的肉體吧 有興奮嗎 你上次 還半天洗澡 是怎麼做的事啊 三個月前來 哇哦 各位興奮了嗎 記得要買 古阿末黑鳳梨酥 黑鳳梨 一唱一句喔 蛤 黑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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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洗髮精可以喔 德國 純草本 好像很厲害喔 水看起來很強耶 嗯 很強喔 跟洗衣服一樣喔 這個洗下去 有點泡泡的感覺喔 我很喜歡 蛤 蛤 什麼瘦一點 幹 這是什麼點 給我說少 好像是鬆一點 35歲的 鬆一點也沒關係啦 有沒有 那它這個水是不是有吃啊 水味嗎 沒有 好香 感覺 真的很像是 貨物園那個地下水那麼重 這一定是山水嘛 冰瓜池耶 洗一洗 搞不好黃金叫我酥 我跟你講 來這邊洗澡了 充滿了什麼 黃金的感覺 嗚~~ 黃金 大菜 啊 啊 黃金大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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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在 功力也夠 熱度也夠 術擊喔 哇 還有感覺耶 走下來氣勢很好耶 沒有上桌的感覺 十八尺使用規則 開放時間 下午3點到晚上10點 早上8點到早上10點 12歲以下幼童必須要成人陪同入池 請勿穿泳裝入池 請勿穿鞋子 不用穿泳裝入池 所以是怎麼樣 喔不是 請穿著泳裝入池 喔對不起 我想說是不是裸的 還有一點興奮 他這個應該 應該是溫泉吧 很舒服捏 我要看一下這個味道 好香喔 這個白白的是 我第一次看過這種魚 這肚很舒服 真是想要直接坐下去 氣氛很好 你看這個閃緊 跳開啦 幫我拍一下 試躺一下樓上這個放在榻榻米上的床墊 給我想像中的厚實 肉眼看得很薄 但因為厚實啦 所以躺起來是很舒服 我給予他極高的評價 你沒有帶到我們的清淨機 我就說了 我們團購的東西不要提的這麼刻意嘛 你看你大老遠的把我們這個團購的 Betons Cube 5號材空氣清淨機 搬過來飯店這裡 太刻意了 真的太刻意了 我們不需要這麼刻意的去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這個是採用 兩層靜電吸附濾網 濾網是可以水洗從不使用的 我們不需要這麼刻意的來提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他的好 本來就會跟我們一起團購了 你這樣搬過來 真的太刻意了啦 他這個比想像中的方便 金曼會館 走這個樓梯上來 這裡就有一個超大的全家耶 他回應我耶 不是我要講說 全家旁邊就是 會館開的餐廳 可以直接來吃飯 他這個餐廳取名叫 曼366 36 36 5塊36 有 剛剛老闆有介紹一下 他這是五個兄弟 同心一起把這邊建立起來 聽說花了 不少錢喔 七千萬以上 剛剛他講那個Spa池 很特別 他說是用那個雪山的那個三拳鎖 然後用那個電熱放加熱 很特別 一個很細微的泡泡 對 喔 白白的 他有一個打泡泡子的東西就對了 他就 很細微 打錯這樣 對 然後剛剛老闆有在講說 玻璃屋 就我們剛才進去的那個玻璃屋 有唱歌 然後可以品嘗紅酒 聚會 然後加上他外面 剛剛不是那個山的空地區 可以烤肉 很棒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裡晚上感覺氣氛更好 是因為這種木頭的香味 配上外面的月色 夜色 還是這個光其實很明亮 明暗融合 陰陽調和 所以我現在被調和到 難怪我覺得特別愜意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九份當地 也是很高分 Google上面評分4.9分的一個住宿空間 叫做 身影之深 我們訂到的是木質 吊關 兩個人6000元包一整棟 這個門口看起來很像廢墟 對我以為要拍廢墟 剛剛家高走在前面的時候 我還想說你幹嘛停下來 對啊 我說到啦 哪裡 就是這裡 不要懷疑 這個很巧妙的設計 設計廢墟風就不用特別整理 不對 它其實整理得很好 整理得很像廢墟 不對 這樣講起來是蠻奇怪的 這整棟都是我們訂到的對不對 檯面上是雙人房 加一個人要加1200 所以這樣子如果比對剛剛四人房的話 這一間如果住四個人其實是8400樓 跟剛剛那一間7800 好像價位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進來欣賞囉 好現在看到的是神影之深 木質吊關 我們開到這間雙人房的內部 它最多因為可以到四人 所以有兩張雙人床 先簡單分享一下剛剛這樣 一路走進來 講個兩句心得 夠廢 廢得像廢墟一樣 但是我進來 像被人一樣 好舒服啊 有一種回到自己故鄉的感覺 對對對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因為沒有開冷氣 覺得蠻悶的 蚊子也多 蚊子的話 我們已經被咬了 有可能開門的時候放進來 一起進來 上一間一進去是 木頭的香味很重 這一間一進來是被它的裝潢特色吸引 就是靠這一看就是 真的是廢墟改的 夠廢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重複使用的拖鞋 按照慣例我們就要聞一下啦 我覺得是竹藤的味道 而且我剛注意的是背面 算是乾淨的啦 以重複使用的拖鞋來講 它下面如果沒洗會很明顯啊 對那這個用意是 廢墟就是會有很多不明所有的東西 它可以做伸展 做伸展 這種設計好難形容喔 這也是很少見的 這個叫做工業風 埃及風 這個顏色跟金字塔有像 所以是埃及風 這前面三顆是室內的 這個三顆是室外的 有一顆是室內的 然後遙控器嘛 調冷氣溫度 這一大間裡面有兩台冷氣 待會會看到另外一台 冷房的速度蠻快的 兩台一起開 可能 這兩台的盾未夠喔 門框設計的感覺 會讓我想到 白雪公主彎腰 進入七個小野人家的時候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方面的想法 可能我們 都大概180左右啦 他為什麼這裡要準備窗簾 白天光會打進來 對 不要讓人家看到我們在睡覺 拉起來 才有一點神秘的感覺 他這用了很多玻璃去 建構這個 休息空間 我覺得白天應該很漂亮 那個太陽一定會照進來 但是如果你想要隱私的話 就窗簾通通拉起來 弄起來很刺激 好我們繼續往前看 還有更大塊的窗簾 來喔 現在看到的是 交儀廳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房間裡有很多地方都有窗簾 遮起來 人在交儀廳裡幹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七個小矮的 配一個白雪公主 不要 現在猶豫大巨棒我們介紹一下 交儀廳裡有些什麼東西 有 蒸的植物 還有這個Marshall的音響 弄得很高級喔 唉唷 這個是蠟燭嗎還是什麼 油燈 油燈OK 可是它是電子的 就是一種造型 安全 晚上的時候 出去逛的時候 在廢墟裡提車 喔有可以可以可以 怎麼樣有意境吧 有有有漂亮 還有一個釣釣椅是不是 看一下沉重如何 他的設計是真的可以讓人搖嗎 有的雖然設計看起來好像可以搖 可是他就會寫 請勿搖擺 有他有搖 喔 OMG 好像還蠻穩定的喔 可以喔很穩 好我們現在是在交儀廳 上面有竹藤的椅子 然後有個小桌子 大家可以很愜意地坐在這裡 休息聊天 旅客 來這裡住宿就可以順便簽個名 翻了幾頁看起來 真的有很多人 還有寫日記的 還有畫畫的耶 古阿末大軍到此一遊 記得來我們這邊留言喔 可以在我們下面寫一些東西喔 不錯 你看他這個 我剛以為是琴 西裝蓋板 他用西裝蓋板跟玻璃 拼湊了這個空間 這個有窗簾嗎 沒有 他應該就是把這邊拉起來 所以這個交儀廳的窗簾本身的用意 不是讓你瘋起來 躲在裡面做一些事情 而是用來白天太亮的時候 擋住這裡的太陽 難怪會放乾燥花 因為都曬到乾燥 很有意境 厲害 我們從交儀梯走出來 又看到了 可以打開的落地窗 然後可以放下窗簾 一樣嘛 就是怕白天太陽太亮 從今天開的兩間飯店 都有放廚師機來觀察的話 九份應該是偏潮濕 所以大家為了保護自己的空間 都會特地放大台的廚師機 那這支是什麼 吹風機 不會 電風扇 傳說櫃旁邊有一個 吊燈 好亮 乾燥花 跟一個 鹽燈 很特別 所以廢墟風格 就是一些乾燥植物 配上磚頭 和玻璃 讓太陽打進來 對 學到了 好棒 接下來我們試一下它的雙人床 很香 這個床我比較喜歡 比較沒有那麼軟 跟上一間比 他們的厚度不一樣 你可能不喜歡 床墊很厚 這個床墊沒那麼厚 比較沒有那麼線 感受上會以為它比較穩固 對 有一種 很廢的狀態 還是其實你就算不躺在這裡 我也是個廢物 躺在這個位置 那一台冷氣直接吹過來 這兩張床的人都會吹到 那有點冷 我跟你都不喜歡被直接吹 家高喜歡直接吹嗎 家高喜歡自己吹 它的燈造型蠻特別的 這個就跟我家一樣啊 南洋風嘛 斗粒 對 那這個窗戶沒有窗簾耶 那就有點刺激了 如果光是這樣打進來 我們睡在兩邊 應該不會被照到 應該還好 它床中間有很多插座 對不錯 還有USB 還有這個 我們iPhone15用的 Type-C孔 對啊 床頭燈 它這邊還有小巧思喔 你看 USB孔 對 這個燈是什麼 喔 它就是控制那個 這樣講起來 它這個房間的燈真的蠻多的 這張床前面有電視 可以開 電視也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房間的廚房 南洋風的椅子 高腳椅 再搭配一個 軟墊 旁邊就琉璃台 直接弄一些食物 清洗一些水果來吃 這是銀嘴雞 可以喔 這個是要錢的嗎 這是酒的價格 所以銀嘴是不用價格 還有棒棒糖糖果 這個咖啡壺 是真的可以咖啡 它那邊還有豆子 然後還可以抹 咖啡豆耶 其實這裡 很適合那種喜歡露營感受的人 來這裡可以自己弄一些吃的 然後空間很大 整個區塊都是你的 又像來到大自然一樣 碗啊筷子 湯匙都有耶 風格跟剛剛 不一樣 不太一樣 好香的咖啡豆 喔對 你是愛喝咖啡的人 這個味道我很喜歡 還有一個製冰機 我也沒有開到飯店有提供製冰機的 對啊 它的冰箱設計也很 古早味 好像 行李箱 裡面還有酒 150塊 對它這個 真的很適合 一群好朋友 一起來這邊 飲酒作樂 這是什麼 咖啡豆撈起來的時候 好懂 感覺不像在聞咖啡豆 它這裡還有木頭耶 該不會真的有地方可以燒吧 充飾品耶 它裡面有燈泡耶 它的燈在哪裡 火燈火燒的感覺 火燃火燒的感覺 今天我們開的兩間都有類似的情境 剛剛是在電視的地方 這裡 這個叫醒酒器 把紅酒倒進去 要先讓它醒 醒一個小時 醒完的時候再來倒 醒完之後喝起來比較好喝 比較順 它的配件很多耶 兩三種的專門開的紅酒器都有 紅酒瓶就有了 還有電動的 太講究了 太講究了 那旁邊那一隻刺刺的是什麼 標準脫臭 臭氧機 它還有喝茶專用的耶 太講究了 剛剛那間室內好像沒有看到滅火器 正常我們去飯店 滅火器都是放在走廊上 對 它可能是因為一整棟 它也沒有其他地方放了 所以它放在這裡 它這個就是真正的民宿 看一下廁所門 白雪公主我來了 白雪公主進去小愛人家小愛人屋子的門 就像這樣 對 有沒有長得很像 哎 好像是位子 好 照聲 嗯 來自帶說它是小愛人喔 你先認識小愛人喔 你先講什麼方式 來 先看一下這邊好了 免治馬桶喔 唉唷 它的馬桶就有點厲害了 是有遙控器的 我第一次有看過馬桶的遙控器 它的沖嘴也是用按鈕 沒有 它旁邊有按鈕 我剛剛也找了一下 噢 欸 我剛剛上了之後 它不需要按鈕 你站下 還自己就好了 我知道為什麼啊 這跟我家的馬桶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全套免治馬桶 完整性的 剛剛金曼會館我們開到的房間 裡面的馬桶是半套 半套免治 它是加蓋子的免治馬桶 幹 你對馬桶也好瞭解 地板 馬桶 玻璃 你都好懂 沒有啦 因為我很喜歡劉德華 親愛的馬桶 你知道劉德華唱一首歌叫馬桶嗎 不知道 家高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你來 你唱兩句我看看 我去外面吃這個 劉德華的照片 然後你有點誤掉了 蛤 我不知道這個 有 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過劉德華的馬桶 它有代言 很有名 上普遍 香嗎 它這個味道有點髒毛丸的味道 我覺得不像髒毛丸 可是臭癢過 衛生紙 備用的 這是吹風機吧 這個叫麥森 是嗎 它是寫麥森嗎 我隨便幫它取的 哈森 好 反正待會你可以測試一下這支吹風機 看起來很厲害啊 我先幫你放在洗手台 順便看一下洗手台有什麼 一個拉鏡 洗手乳 杯子牙刷 哎唷 然後這個按下去就不會起霧對吧 對對對 它這個杯子很漂亮 這個杯子我可以喔 再來有浴缸 剛剛金曼繪館就沒有浴缸嘛 對 待會放滿水的時候 灑一下 這個是面膜耶 一邊泡澡一邊剝 哇 你待會舒服了 但它準備的是三人份 對喔 這一間的藝術成分太高了 三人洗 我跟不上 淋浴的地方在這裡 它有花灑耶 還可以順便浇花 正常 你的頭上有個石頭的東西 你早說嘛都快拍完了 如果每個人都幫它浇會不會浇太多 沒關係啊 他們很需要水分的 這我是不懂 你也很懂植物 當然啦 住在山上很難的人 欸對齁 嘿 哇喔 而且它這個廁所也是用玻璃 所以 欸 它也是怕太亮嗎 喔不是 因為這是階梯 你在那邊洗澡 不過沒拉也是滿勇的啦 你待會可以試一下耶 我們剛剛發現了一個東西 並且陷入了爭論 好啦你介紹一下這什麼 這個是掛衣服的 嗯 我記得我們拍半天那麼多期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設計 夾高也覺得是第一次看到 不可能 但大軍堅持 我們之前拍的半天就有出現過 對 大家來看 沒印象啊 有印象 真的有啦 你自己知道有印象嗎 類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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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總之 這一間有這個小小事 對 大自然在飛去洗澡的 男人就是我了 好不好 哇 嗚 從來開啥 你這樣 你這樣子鏡頭看起來 你真的很像在床庫裡面洗澡 難怪我只要去你家大便 他們根本就認識你規則嘛 對嘛 風感覺也蠻大的喔 可是不夠熱 會不會它是為了 不燙傷你的頭皮 會不會就全熱一點 你看自從我們開始出門會隨身攜帶我們的 優米八合一大容量國際電壓行動電源的時候 真的很方便 我們今天拍一拍 我們的麥克風就沒電了 我們真的是靠我們的行動電源在充電 而且 我們這個行動電源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 可分離的豆腐頭啊 行動電源丟在這裡 充它的電 我一樣可以拿一條線 找個插座 用分離的豆腐頭 幫我的手機 抽點 怎麼樣 我坐在這裡有沒有一種 退休的即時感 這個房間的入口 有一張 很舒服的椅子 後面有個小桌子可以擀手 看著眼前 一片綠衣盎然的 樹 還有黑色的 夜空 就會忍不住 一直陷入發呆的狀態 它門口這裡放的這個是精油 你累嗎 蠻累的 它這裡 有一個什麼 豆腐服務的 預約制按摩 2點到10點 來不及了 已經10點 不然我真的好想幫你 叫他這個豆腐按摩 讓你躺在那個床上 讓按摩師傅好好的在這個床上幫你 按摩90分鐘 真的好想幫你加高 可是10點了 那我們還可以去海上看日出 我們店房的時候管家跟我說 他們這裡還有 早上去海上看日出的服務 滑著那個小船 不是啊 九份不是靠山嗎 下面是基隆呢 喔 去那邊 坐他們的船 對他們會安排教練 帶我滑船 凌晨4點 我還是睡覺吧 你早上自己去滑船吧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簡單的總整理 先說我們今天去看的第一間 金曼會館 它在Google上面評分是4.9顆星 我們開的是豪華 家庭房可以住4個人 一個晚上是7800元 但我們也有問一下 雙人房是5800元 那現在就由我們大君先分享一下 你對那裡的看法 第一個它的風景很美 它的規劃整體性我覺得蠻好的 餐廳 POW SPA 跟戶外 它的房間我也很喜歡 日式感 很有溫馨感 木頭很香 還對 然後剛好今天它有一個紅酒之夜 喔唷 啄了一下 很有氣氛 放了一點清音樂 爵士風 我坐在它陽台的時候聽它那個音樂也蠻愜意的 整體看得出來老闆是有用心的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它的那個樓梯喔 有點長 你說那個教堂的那個斜坡 對 我覺得 對於有些人他可能帶比較多東西 比較多東西會比較辛苦 不方便 因為剛剛我們下來的時候我拖那個行李下來 對我有看到 我想說那個斜坡是要讓我把行李滑下來 但不太好控制 所以我後來把它折起來是提下來 對 整個住的感覺完我覺得不錯 企業或是大家朋友聚會可以包 就像我有在想說是不是帶整個員工來這邊包場 感覺很好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山景真的不錯 很喜歡 我自己 簡單的看法就是 我對它一走進去的那個木頭香味 印象很深 感覺很好 晚上 我吃完飯回去躺在床上的時候 左邊是木頭跟燈 右邊是村外的山景 雖然暗暗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我覺得 超愜意超chill的 在那裡真的有放鬆的感覺 但有一個 地方我自己覺得有點害少 就是它用木頭 去蓋那個廁所 所以進去上廁所的時候 會有一種 外面的人是不是離我很近 都在關注我在幹嘛的感覺 有點壓力 可是就小問題如果都是自家人去 好像也無傷大雅 對啦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 神隱之森 在Google上面也是 4.9顆星 雙人房的價格 一個晚上 6000 它這一整區 這一整個館 叫做木質吊館 只要6000塊 那如果我們家人的話 加一個是1200 我們跟剛剛金曼會館 做相同的 四人房來看的話 這裡住4個人就是 6000加2400等於8400 兩間的價位其實差不多 分數也差不多 那這一間走的是廢區風格 一樣有大君先來幫我們分享 簡單的心得 這一間的話我覺得 比較像民宿的感覺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就說 很像廢區 但過了一個小時後 我覺得還是蠻舒服的 有種 不同的 舒服感 應該是 設計感 這間的設計感 其實很重 它在很多小地方 譬如說 這種乾燥花 乾燥花 白色 剛剛那個油燈 然後廁所 我們鏡頭看過去 你們說像不像 真的在森林裡面洗澡 就是這種 設計感 重的東西 你在裡面待久了 會多了一種 藝術的 融霧感 你也變一個充滿 藝術氣質的人了 對 建議他在外面放一個 那個 蚊燈 你會被蚊子咬 蚊子多了一些 那可能是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開門 開太久了 蚊子跑進來 我們的問題 問題不大 解決不了 再來就是他 窗戶有點太多了 可能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有點不安逸感 這麼多玻璃 人家殺進來的 我會怕 我擔心人家殺進來 很平常做賊心虛 不是不是就是 沒有那種安全感 個人體感 對個人體感 那我也分享一下 這一間給我的 露營氛圍很重 就是如果我一群好朋友 或者是 我要吸家帶券 帶小朋友來玩的話 這一間會是我的首選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在這種 廢墟感 他們會 很像在戶外 玩得很開心 然後在房間裡 蹦蹦跳跳 他也大間 以室內空間來講 這間比較大 如果只有兩個人出遊的話 約個會 那我可能會去剛剛的 金曼會館 我也是會 然後這裡讓我有一個印象很深的地方就是 他很難訂 因為他總共只有兩間 兩個館 一個館就是一間 然後 也給一點小建議的話 我個人覺得 廁所 就有一點悶熱 他本身因為沒有窗 所以空氣在裡面就 我不曉得要怎麼樣調整 譬如說上面 多一個 抽風的 或者是小窗戶 搞不好氣流流通更棒 小建議 個人喜好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我們來 新北市九份 這個熱門觀光景點 如果你在這裡玩耍 晚上想要住宿的話 當地 高分 高規格 高價位 優質的飯店 兩間推薦給各位 你們可以 看一下 你們想住哪裡 參考參考 那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各位 黑鳳梨 黑鳳梨 黑黑 黑 黑鳳梨 黑鳳梨 那山楊東楊 這次我們 古阿末鳳梨書 龍年中秋節禮盒 走的路線非常特別 有多特別 黑鳳梨 黑鳳梨書 沒吃過吧 各位 黑鳳梨 廣東話 各位明白嗎 我們這個是非常 寓意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禮盒設計 這次的禮盒 採用的是鐵盒 一盒裡面有12顆 看一下我們禮盒正面設計的圖樣 我們古阿末鳳梨書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偏藍色的色系 中秋節嘛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黃色大月亮 月亮裡面仔細看是什麼 世界地圖 配上一隻兔子 中秋節就是要有兔子 拿著我們心愛的黑鳳梨 外面是龍年的標誌 一隻龍 龍頭對龍尾 在符號學裡面象徵著圓滿的意思 希望大家今年世界上的各位 都可以圓圓滿滿 下面配了一個我們黑鳳梨的標誌 怎麼樣各位黑鳳梨書沒吃過吧 可以嘗試一下 鐵盒的背後有我們黑鳳梨書的原料 還有我們石兵場的字號 這個鐵盒 除了鐵盒本身之外 我們還設計了一個腰身 這個禮盒你收到的時候腰身本身是靠在上面的 這樣你把它打開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拆箱拆封 開封的感覺 這樣才有儀式感 這個腰身上面的圖案 套上去的時候跟我們的鐵盒是結合在一起的 融為一體 接著每一個鐵盒當然會配一個 專屬的提袋 放進去大小剛剛好 提起來 非常juicy 非常可愛 如何看了是不是都想買了 這次的滿有質感 滿體面 我也覺得很好看 是不是覺得很好看 是不是一個人一箱三十盒先買起來 我們這次的果阿末黑鳳梨書時程 我也幫各位規劃好了 九月十七中秋節 我們這批鳳梨書會在九月三號的時候全部做完 九月四號開始出貨 四五六三天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你會收到貨 收到貨之後 我幫你預留了 足足一個禮拜 禮拜天到禮拜天的時間 讓你出去送禮 這樣所有的人就可以 精準的在九月十七號 吃到我們的果阿末黑鳳梨書 製造日期跟保存極限 我們都會印在上面 我們果阿末鳳梨書 這次重新復活走的路線 就是傳統的口味 雖然嘗試了 黑鳳梨書這個模式 但相信 長輩還是很喜歡的 趕快買去體驗一下吧 一盒十二顆 450元 即日起開始預購 賣完就完蛋了 現在就掃畫面上的QR Code 或點 書名欄裡的連結 跟我們一起預購 我們的果阿末黑鳳梨書吧 黑鳳梨喜歡你 送給你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知道 你有多喜歡他 一盒不夠 我們要送三十盒三百盒 讓他感受到你 滿滿的情意啊 黑鳳梨 哪想哪動呀 心想跟哪一樣 你應該會好 黑鳳梨 好吃 黑鳳梨 他這裡也不會有其他痕經過嗎 會啦 可是他不就是 也不會咧 對啊 從那個樓梨走下來 你剛剛不跟你四目交接 好尷尬 我還用 我看到他走貴樣子 我發現他這個廁所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他的廁所門 是內外都可以上鎖 所以待會你已經去拉屎的時候 就把你鎖在裡面 你要鎖我 他要去跟他走 他要去 他要看他 他要走 他要是 他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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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